它如這個圖所示 圓循環的半徑是R 質量是大M 圓循環固定靜止不動 且在其中心軸上 距圓環中心 根號3R的地方 有一個小M 若指點靜止 釋放的話 它們兩個會有重力 就吸過來 就把它吸過來 那通過環中心 中點時 中心點時動能是K 它從這裡跑到這裡來的話 動能是K 若改成江指點由這裡的話 把它移到無窮地上去 要做多少功 我們先來看 它從這裡跑到這裡來的話 它的動能等於多少 我們用力學能熟 這裡的力學能跟這裡的力學能一樣 這裡的力學能動能是K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位能 位能的話呢 是等於 R 負的 大M小M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這個狀態 整個系統的位能 是等到 因為這些指點到達這裡的距離是2R 就是2R 分之負的G 大M小M 好 那你現在的話 從這裡 你要讓它跑到無窮地上去 在這裡 它的總能量 總能量就只有位能 就是這一項 這位能 2R 分之負的G 大M小M 然後你給它做工 給它加能量 要讓它跑到無窮地上去 跑到無窮地上去 微能是等於0 動能至少等於0 所以我就曉得 你要給它做工 就等於多少 2R 分多少呢 z大M小M 那這個等於多少K 我把這移過來 K等於多少呢 1-2分之1 就2分之1 2R分之 z大M小M 所以這一項事實上是K啦 所以你需要做工呢 做K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C